欢迎大家来到东元的新品发表会 内政部在2022年公告实施了建筑能效的分析制度 首先将从工部门做起 要求在2030年时 所有的新建筑物都必须达到一级能效 平和的标准则是以建筑每平方公尺 每年所消耗的用电度数作为指标 如果要达到一级能效的话 那么该建筑的每平方公尺 每年的用电度数必须达低于120度 住宅商办大楼乃至于工厂等建筑物 虽然使用功能形态不同 但在空调用电的占比上 大致上都占用电将近一半 所以要达到建筑一级能效 势必要从空调节能下手 台湾的商办大楼 空调系统一般可七分为集中型 分散型两大类 我们以一栋七层楼五千平方公尺的集中型商办大楼为例 如果要满足建筑一级能效 则整体空调系统用电每平方公尺必须低于54度电 如果采用目前最常用的IPLV6.0传统冰水机系统 那么光冰水主机本身每平方公尺就要耗用47.3度电 如果再加上冷却水塔、水棒、空调箱等周边设备 那合计就将达到87.3度电 依照建筑能效分级制度 就只能够被评定为5级 如果采用东元一级能效 磁悬浮冰水机系统 IPLV可达11.5 那么冰水主机本身每平方公尺 就只要耗用24.6度电 再加上冷却水塔、水棒、空调箱等周边系统 搭配东元变频控制设备 那合计就只有46度电 依照建筑能效分级制度 可评定为超一级 台湾有很多商办大楼 并非整栋都归属于同一个业主 或是为了管理方便 也经常采用所谓分散式的中央空调系统设置 我们同样以一栋七层楼 5000平方公尺的商办大楼为例 如果采用东元一级能效 D7变频箱型冰水机系统 IPLV可达8.5 那么冰水主机本身每平方公尺 就只要耗用32.6度电 再加上冷却水塔、水棒、空调箱等周边系统 搭配东元变频控制设备 那合计也只有54度电 依照建筑能效分级制度可平定为一级 为了满足主机装置于每个楼层时的噪音要求 以及安装的便利性 东元一级能效的DC变频箱型冰水机 已经将水棒集成在一起 并采用隔音板阻结噪音 可说是分散型中央空调的最佳选择 至于软体面 东元同时也开发了一整套集成控制软体 主要是以能耗主体之冰水主机为核心 进行四大周边设备对冰水主机加卸载联动 进行整合式控制 这样就可以在前面提到的硬体节能效果上 再节省6%的用电量 东元这套中央空调节能整合控制系统软体 还可以由管理人员根据历史运转模型 针对冰水主机的各种控制法体 进行38种参数设定 同时对于擎控的多台冰水主机的联合运行 有38参数的N次方 通过软体技术配合二次测HVAC系统 运算出最理想化的参数 可达到更符合业主需求的运转模型 为了方便业主管理人员的操作 东元这套控制软体 七分为七大模组 分别控制八大可控研件 以及七大空调设备 其中 勤控节能模组 冷媒变流量模组 一次测冰水棒变流量模组 区域棒变流量模组 以开发上市 近期内还会整合 全域热复合管理模组 散热管理模组 以及空调箱插压管理模组 达到系统节能 以自动诊断的双重效能 以实际的案例来看 一栋建筑物的中央空调系统 包含了冰水机群 一次测冰水棒 区域冰水棒 冷却水棒 冷却水塔 以及末端空调箱 等七大设备 在周边动力设备 都加装了冬元变频器之后 冬元的七大模组 软体可以分别对 这七大空调设备 进行整合式的节能控制 冬元在中央空调系统节能上 进行了软硬体的整合 从以往传统的七大设备各自为证 被动式区块化模式 进化到主动式管理 最佳化节能管理模式 同时达到节电 以舒适的双重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